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么我们应该这样理解 就是在19世纪40年代 那么清政府所提出来的这种 让外必先安定政策 它的出现 它不是一种历史的偶然 那么更不是某些个人的一种主观上的一种什么异端 一种主观上的想法 那么应该说呢 它是有它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的 我们首先看一看它的历史原因 那么我们讲的历史原因呢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这个中国古代的历史 那么在中国古代 唐王朝曾经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王朝 那么但是这样一个强大的秦王朝 也曾经长期要受到周边少数民族的骚扰 那么我们看这个新唐书 这是二十四审之一 那么新唐书当中呢 它有一段记载 说天宝年以后啊 这个华夏地区 那么遭到了破坏 那么社会也很动乱 破败不堪 说这样的话呢 这个唐王朝呢 几致于亡 几乎要灭亡 就是后来发生这个安史之乱 那么它这讲 它是总结这种唐王朝出现这种衰败的现象 它总结了一句话 叫做什么呢 它说固约 因此就说 智己智人 为圣人能知 就是说真正的 是吧 有才能的 这些圣人治理国家的时候 要既能够智己又能够智人 提出了智己与智人之间的关系 那么结合唐王朝的情况 它是要讲一个什么思想呢 就是说中原地区 华夏地区 是吧 当它的国力强大的时候 外移是不敢内犯的 是吧 那么只有什么呢 当华夏地区发生了内乱 动荡的时候 国力衰微的时候 那么外移才可能 产生一些非分之想 来骚扰这个中原地区 那么因此它是提出来 作为一个盛名的君主 一个贤臣良相 是吧 有作为的人 必须呢 要先智己 而后方能智人 提到了智己和智人之间的关系 只有先内智 然后才能够外智 只有安内 然后才可以攘外 就是当时 这个 这个 这个唐王朝 以后一些人就开始意识到了这种 安内和智人之间的关系 所以说 那么后人 在总结怎么样对付外移的时候 他在提起这些经验教训的时候 他们讲了 很多思想 一边讲 他们说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作为一个 这种有作为的政治家 首先要把自己国家内部治理好 先内智 先要自治 是四一为外聚 一个国家 你自己治理好了 自己强大了 那么这个四一 才能够对你有所畏惧 说这个呢 是守成之良资也 那么他还讲 说中原多是外国溃边 你自己内部 出现了很多事情 那么外国人 那么就要溃赐 对你产生一些觊觎 是吧 中国施政 边移性灾 中国内部 朝天内部乱了施政 那么外移 那么就会性灾乐祸 就会乘机 乘虚而入 那么也是说 从中国历史上看 在中国古代就有这种 必先治内 然后才可以攘外 必先自强 然后方可以 域外的这种思想 首先你自己要自强 自强了之后 才能够抵抗外物 那么这种 必先自治 必先内治 然后才可以攘外 这种思想 它可以根据 当时历史情况的不同 而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转化 就是 攘外 必先安内 这种政策 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的不同 它可以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来转化 那么一般的讲 当某一个民族 某一个国家 遭到外敌入侵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的内部比较安定 没有出现这种尖锐的集团 或者积极对立 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种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就会产生一种什么呢 民族国家内部要团结一致 要内之自强 要共同抵御外物的一种内部的 一种向心凝聚力 那么19世纪40年代 积极政府所提出来的这种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就是这么一种政策 就是社会内部相对来讲 比较稳定 是吧 那么要共同抵抗外物 那么应该说 前段我们所讲到的 19世纪40年代 积极政府统治者 所提出来的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它既是部分统治者 对于中国历代 这种一下官 攘一官 以及他的内治和外攘关系的 一种认同 是吧 古代就有这种说法 就是必先内治 然后可以攘外 是吧 清朝统治者所提出来的 这种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既是对于中国古代 这种攘外官的一种认同 是吧 那么又是什么呢 又是当时中外民族矛盾 尖锐的产物 那么这是前面 我们主要讲到了 他的历史动因 中国古代历史上 就有这种 要想攘外必先安内 是吧 只有内治才能够外攘 是吧 就有这种传统的 这种历史上的 一种思想根源 那么它既是 这种思想根源的一种反应 又是中外民族矛盾 尖锐的产物 就要讲到 它的现实动因 那么下面 我们讲一讲 它这个现实动因 那么在鸦片战争之前 是吧 中国社会内部 也曾出现过周边的少数民族 是吧 那么对中原地区进行骚扰 甚至造成中原地区的王朝 这个首都要迁移 出现过这种严重的情况 那么但是在这之前 它毕竟是在同一个文化圈内 是吧 是中华民族内部兄弟戏于强的内争 中华民族内部的这种争斗 是吧 而且这些少数民族的侵扰 那么后来 都被同化到了中华民族 这个大家庭当中去 是吧 它是中华民族内部的 不同的这种阶级 或者是不同的政权之间的一种内争 那么但是鸦片战争以后 情况就不一样了 那么在鸦片战争爆发以后 是吧 从文字 从这个意识 从这个人的这种相貌 是吧 那么都和中国传统的这种 南蛮北敌 相反的或者不一样的 这些西方资本的国家 突然入侵到中国来 是吧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中华民族 同外国圈内者之间 同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之间的这种矛盾 就非常突出的表现出来了 就表现为呢 不再是中华民族内部的 政权之间的这种矛盾和斗争 而表现为中华民族 从另外一个民族 是吧 一个国家 之间的这种政治上的一种冲突 一种矛盾 那么而在这个时候 国内的原有的这种阶级矛盾 封建主义 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 他基本上处于什么呢 一种可控的范围 矛盾还有 但是基本上可以控制 是吧 那么清政府和普通的老百姓 他们都是外国侵略的一种受害者 是吧 都受到了外国 对中国侵略 都受到了危害 是吧 那么因此 无论是清政府 还是中国的普通百姓 是吧 他们在维护国家独立 维护民族尊严 这个方面 他们之间是有共同的厉害关系的 那也说 在这个时候 清政府统治者 还有可能 在一定程度上 内心民心 要借民力以拒疑 就是这个时候 外国群立者突然入侵中国 中外民族矛盾尖锐了 那么这个时候 国内的民族矛盾 相对来讲 还是可控 还不是非常尖锐 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 清政府和人民 就可以 是吧 共同的团结起来 共同 抵抗外国群略 是吧 那么这样 那么就说 这个清政府 他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内结民心 是吧 就是出现了一种什么呢 就是安内 共同抵抗外辱的 这种 染外陛下安内 提出这么一种政策 那么当然前面 我们曾经讲到了 中国古代的这种 必先制内 然后可以染外 必先自强 然后可以域外的这种思想 那么可以根据历史条件的不同 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 是吧 可以发展为什么呢 就是他可以根据历史条件的不同 转化为 统治者把国内的人民 这种反抗斗争 当成一种最主要的敌人 甚至不惜对外妥协 不惜出卖国家主权 来残酷镇压国内人民的 这种反动的 染外陛下安内政策 那么在太平天国起义 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期间的清政府 他所提出来的在这个时期 所提出来的这种 染外陛下安内政策 就是一种反动的政策 就是说在太平天国起义 和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这个同时 那么清政府提出来的这种 染外陛下安内政策 就是一种反动的政策 为什么是这样 那么下面我做一个讲解 那么如果说讲到清政府 这种带有反动色彩的 染外陛下安内政策 其实他早在广州人民 反对英国人进入广州城的斗争 取得胜利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出现了 那么在1849年的5月 梁光总督徐广进 在给道光皇帝上的一个奏折当中 他讲了这么一段话 说广东民情刚强原属可用 广东老百姓很强悍 敢于反抗外国侵略 那么这个本来是可以利用的 但是后边又有一句话 说浮动一决堪欲 说这人心浮动 它不稳定 这个也很值得忧虑 广东人民他敢于斗争 可以抵抗外国侵略 但是闹不好 也会危及到清政府自身的统治 因为他在利用民众的力量 那么对于民众的力量 他又感到很担心 那么后来在1851年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了 那么这个时候 国内的阶级矛盾 就演化成了直接威胁新王朝 政治统治的 你死我活的积极斗争 那么这个时候 清政府所面对的这种内忧 就不是说采取一般的说 整顿励志 所能够解决得了的 那么这个时候 这种阶级利益的根本冲突 那么这种矛盾 使得清朝统治者 在19世纪40年代 所提出来的 但有积极意义的 这种阶外必先案内政策 就转变成了 具有消极反动意义上的 阶外必先案内政策 因为什么呢 就是当时这种历史条件 决定了清政府 他不可能在进一步的 采取那种积极意义上的 阶外必先案内政策 而是采取了一种反动的 阶外必先案内政策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看一看一些 具体的一些历史事实 那么1853年 这是台平天国起义之后了 直立总督 叫做这个纳尔金额 给咸丰皇帝 上了奏折当中 他这讲 说现在啊 台平天国起义 已经爆发了 他说当此贼粪未尽之时 当台平天国起义 还没有被镇压下的 被镇压的时候 是吧 攘外移先案内 要想攘外 抵抗外国训练 必须要先安内 那么对于外国圈列者呢 唯有暂时鸡迷 对外国圈列者 要暂时采取安抚的态度 那么等着 是吧 南方逆厌烧减 民心烧定 等待着 南方的台平天国起义 年军起义都被镇压下去之后 民心稍微安定了之后 然后再行徐徒设法办理 就是什么呢 就是先是吧 要镇压国内人民起义 先安内 然后再攘出外衣 再抵抗外国群练 那么第二次压编认争 1856年爆发了 那么这个时候 清政府要面临的一个什么问题呢 内忧和外患 同时并起 面临着这么一种 严重的这么一种局面 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 部分清朝统治者 对于内忧和外患之间的厉害关系 他们是有什么样的英语关系 那么这种认识 就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 要考虑到内忧和外患之间的关系 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 他们就提出来 说内地肃清 外武自不能聚入 那么他谈到了一种内忧外患观 内忧和外患之间是什么关系 就是首先说内地肃清了之后 那么外国人 然后对中国的威胁就会减小 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 在第二次压编战争期间 部分清朝统治者 开始提倡了一种什么呢 这种反动的 攘外比较安内政策 那么1860年 1月13号 公秦王一新 还有大学士桂梁等人 给咸丰皇帝上了一个奏折 就是把这种反动的 攘外必较安内政策 发挥到了一个极致 那么一新在这个奏折当中 他讲到这么一个问题 说现在 是这个 联军在中国的北方 那么在进行反清斗争 这个太平天国在南方 在进行斗争 清政府呢 已经是想结兵疲 兵想 那么这个很短缺 士兵军队很疲劳 很疲惫 所以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 就必须呢 要去衡量事情的缓急 是吧 衡量的事情的这种厉害 处理好 内忧和外患的关系 他怎么样理解内忧和外患 他讲了这么一段话 他说就目前情况而论的话 罚免交秤 心腹之害也 罚免 罚是太平天国起义 免军 说太平天国和免军 互相的联合在一起 说这个对于清博上来讲 是心腹之害 危害很大 说呢 俄国 同中国呢 是攘地相接 地理相连 有蚕食上国之治 他要侵着中国领土 说这些呢 是肘叶之忧也 肘叶 胳膊肘 是像这个 叶象 是肘叶之忧 他说英国人呢 是志在通商 暴虐无人理 不讲道理 说不为限制 则无以自立 对英国人 如果说不对他进行限制 那么中国就不能够立国 他说这些呢 是肢体之幻影 那么更远离心脏 是吧 那么因此 一心等人在奏折当中 就以利害关系的轻重 为处理事情的一个先后次序 先后次序 那么他讲 国内联名起义 是心腹之害 是吧 那么俄国侵占中国的领土 是吧 那么这是走业之忧 是吧 那么这个英国人 是吧 远离中国本土 他是要通商 那么他是肢体之患 因此他在讲 说故因此 灭法免为先 至恶次之 至应又次之 提出了一个 内忧和外患之间的 处理起来一个次序关系 那么后来 共情报一心 又上了一个奏折 那么对于他这个思想 再一次进行了发挥 那么他讲的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在鸦片战争结束以后 是吧 那么有一些人 就是说他所谓的奸民 老百姓 那么发现清王朝的 这个国家的兵力不足 因此呢 就是互相的勾结 要趁奸底细 一发而不可咒之 就是一部分人看到清王朝 在鸦片战争当中 暴露出了很多弱点 是吧 因此这些人呢 要趁机而起 那么这个清政府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当中 是用兵祭酒 财用见馈 长时间用兵 财政 是吧 很缺乏 那么在这种情况呢 又造成一种什么呢 外国从而生心 外国人又开始 觊觎清政府了 准备要对清政府 是吧 要趁火打劫 外国从而生心 德步进步 要求无疑 那么他的分析 就是国内人民起义 和外国入侵之间 是个什么关系 他讲他这一种历史因果关系 他要讲 说岳匪之患 蒙于外国 两国地区的 泰国起义 这个祸患 是蒙发于外国 对中国的入侵 说而今日外国之章 又乘乎匪患 那么现在第二次 鸦片战争爆发了 外国对中国发动战争 又是趁着中国的内乱 是乘虚而入 他说呢 其事若不相属 说 泰国起义 和 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 说这个事情好像之间 没有什么关联 其事若不相属 而其害 则实相因 但是实际上 他们之间 是有一种因果关系的 那么因此 这个时候 共情网易新冲 要求新政府 是吧 要购买外国的枪炮 要自强 早平内患 只有新政府 很快的镇压下了 太平天国起义 是吧 那么外国人 才能够对中国有所畏服 才能够减轻 外患的这种压力 那么 公情网易新的 上述这个议论 是吧 那么就 清王朝自身而言 他是在权衡了 这种厉害关系 做出的一种选择 从王朝 从这个 清王朝这个角度来讲 他这个选择是 没有什么可以去批评的 是吧 因为他是封建统治阶级 那么但是 如果我们就 中华民族的民族立场 就 公情网易新 这些人的这种 政治本质而言 他所提出来的这种 攘外必先案内政策 他的消极反动作用 消极反动性 应该说是暴露无遗 那么根据这些情况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清政府 在19世纪 五六十年代 那么这是太平天国起义 和第二次鸦片战争 同时爆发 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清政府 和20世纪三十年代的蒋介石 那么蒋介石 这个时候出的一个什么呢 就是中国人民 是吧 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和抗日战争同时爆发 那么这个时候的清政府 就是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清政府 和20世纪三十年代的蒋介石 所提倡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它确实是一种消极反动的政策 为什么说它是消极反动 那么并不仅仅因为 他们提出来的安内 主要是镇压国内人民 消灭异己的武装力量 并不仅仅是因为是这个原因 更重要的是 他们把安内和攘外 这种维护 本阶级的政治统治 与国家民族的利益 割裂开来了 甚至对立起来了 安内 是它的最主要的目的 而攘外 仅仅是属于一种次要目的 它往往的是先安内 然后攘外 甚至是只安内不攘外 因此它是一种反动的政策 那么清政府在19世纪 五六十年代所提出来的 这种安内攘外政策 应该说基本上也是这样 他是强调要先镇压 国内人民起义 消灭这种异己的武装力量 然后才去攘外 因此它这种政策 应该说是一种反动的消极的 一种政策 那么我们翻过头来 再回来再看 19世纪四十年代 部分清朝统治者 所提出来的这种 安内并且攘外政策 和前面所讲到的 清政府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 和蒋介石集团 在20世纪三十年代这种 安内攘外政策 它有一个很大不同 不同在什么地方 19世纪四十年代 部分清朝统治者 所提出来的这种 安内并且攘外政策 它的一个最主要目的 最根本的目的 毫无疑问 也是为了维护它的统治 这是没有问题的 是吧 那么但是 在当时的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 这种攘外并且安内政策 它是作为一个口号提出来的 作为一个口号提出来的 那么这种思想的提出 很明显当时的清政府 是以安内为手段 提出来安内是一种手段 攘外是目的 是吧 它是一种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 那么特别是清政府提出来的 在四十年代所提出来的 提出来的这种 安内的主要内容 是缓和阶级矛盾 是共同抵抗外物 是吧 那么也是说 四十年代清政府提出来的 这种攘外并且安内政策 是吧 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是吧 安内正是为了攘外 那么这个事实正向江苏巡抚 预先他所讲的 他说呢 攘外必先安内 而安内之法 不过因民之力 随民之声 他说攘外必先安内 安内之法是什么呢 是因民之力 就是照顾老百姓的利益要求 随民之声 是吧 能够安抚民生 欲语俱 而勿 而勿 勿施 什么意思呢 就说老百姓所希望的 你要给予他 越多越好 老百姓所不希望的 所憎恶的 不要施行 就是要与民 同物乐 老百姓喜欢什么 你要给他什么 老百姓不喜欢什么 你不要给他 使之各得其所 然后 既以中意 他什么呢 他讲 安内什么内容呢 是要缓和基金矛盾 是吧 给老百姓以利益 那么而 在十九世纪 五六十年代 或者是蒋介石集团 所提出来的 壤外 必先安内政策 他的这种 安内 主要是什么呢 是镇压国内人民 镇压人民的起义 而不是说 安抚民生 解决着接近矛盾 那么由此看来 就是在十九世纪 这个四十年代 欺语促所提出来的 这种 壤外 必先安内政策 他是团结国内的 这种各种力量 是吧 安抚民生 缓和基金矛盾 来达到一种 共同的抵抗外国侵略 的这么一个目的 他的安内的主要手段 不是镇压国内人民 而是安抚民生 那么关于这一点 我们从清政府的官员 他的其他的一些 主张和奏德当中 也可以得到一个证明 就是在十九世纪 四十年代 部分清朝统治者 所提出来 这个有关 安内与壤外的 关系的时候 他们有不同的表述 一边上讲 他们有的说 必先修内 而后可以壤外 以修内为壤外 是吧 智寇之方 境内方可以汉外 他讲到了 修内 安内 是吧 境内 讲到了一些不同的 这种层次的概念 是吧 也讲到了什么 壤外 汉外 是吧 讲到不同的概念 那么但是 他所讲的这些内容 虽然上内容上 有所区别 因为时间的关系 他这个具体区别 我不好 没有办法再详细 再去论说了 那么但是 他们的思想 是很明确的 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所讲的 境内也好 安内也好 修内也好 主要是什么呢 就是要整顿中国社会内部 是吧 缓和内部的矛盾 增强自己的国力 来达到一种共同的抵抗外国群力的情况 那么他们这个安内 解决中国社会内部的安定 来共同的抵抗外物 来解决中华民族同外国群力者之间的矛盾 那么正是基于上述这些思想 那么我的一个认识就是这样 就是在19世纪40年代 部分清朝统治者所提出来的 安内壤外政策 就是壤外比较安内政策 它基本上反映出了 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矛盾 要解决什么呢 中华民族同外国群力者之间的矛盾 它在客观上 是顺应了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要求 它是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的 因此在19世纪40年代 部分清朝统治者所提出来的 这种壤外比较安内政策 可以说是一个基本正确的国策 因此对于这个壤外比较安内政策 我们应该适当的给予必要的肯定 这是我关于19世纪40年代 部分清朝统治者所提出来的 壤外比较安内政策的一种认识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就讲到这里 这些认识会是一个奈克文的 每一份认识会训练的选择 厂提供经历的一种计划 我们将来认识会训练的